俄軍轟炸升級 馬利烏波爾戰時慘烈 近5,000人死亡 俄烏開啟新一輪談判 俄羅斯想將烏克蘭一分為二 拒絕收回言論 拜登堅持說 普京不能繼續掌權 普京親信說 不會使用核武 不過不要將我們逼到牆角 反習派再發文 習近平必須下台 專家說內鬥升級 已經無所顧忌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3月30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隨著俄羅斯轟炸不斷升級 位於烏克蘭東南部城市 馬利烏波爾-Mariapur 成為遭受俄軍攻擊最嚴重的城市 城市內九成建築物受損 近5,000人死亡 28日市長波成俄呼籲所有市民全部撤離 避免不必要的死傷 波成俄市長表示 隨著俄軍幾個星期來的連番轟閘 有16萬平民被困在城內斷水斷電 但俄軍不同意給這些平民提供安全通道 波成俄還表示 有26架巴士正在後面 準備撤離平民 但卻沒有透露巴士具體等待的位置 馬利烏波爾位於南部的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的中間 而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是俄羅斯勢力控制的地區 馬利烏波爾也成為了分斷俄軍的重要要塞 因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一直要攻陷這個要塞 隨著戰事對俄羅斯越來越不利 普京開始修正入侵烏克蘭的戰略目標 以及對烏克蘭新的謀劃 俄羅斯國防部3月25日宣布 現在莫斯科應該將控制烏克蘭東部的頓巴士Donbass 設為他的主要目標 不過烏克蘭東部部分地區早已由俄羅斯代理人控制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達洛夫27日指出 隨著俄羅斯未能攻佔整個烏克蘭 俄羅斯的下一步是要將烏克蘭朝鮮半島化 也即分裂成為佔領區和非佔領區兩部分 布達洛夫在情報總局的Telegram官方帳號直言 說有理由相信普京正考慮將烏克蘭變成和朝鮮半島一樣 外界分析指 普京想將烏克蘭朝鮮半島化 就必須攻陷馬里烏波爾 打通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的通道 將烏克蘭朝鮮半島化 是普京想快速結束戰爭 挽回面子的落台街幻想 俄軍的實力和戰況無法只為普京搭這個台街 目前圍攻馬里烏波爾的戰鬥已經打了一個月 俄羅斯依然未能攻陷這個城市 不過戰鬥為這個城市帶來巨大災難 波城柏市長辦公室說 馬里烏波爾九成建築物受損 四成被摧毀 包括醫院、學校、幼稚園和工廠 烏克蘭負責人道主義走廊事務的 總統顧問羅馬基納 28日透過電話告訴發生社 馬里烏波爾至少已經埋葬了5,000人 可能有多達1萬人死亡 另一方面 馬里烏波爾被圍困的現狀有可能出現轉變 烏克蘭情報局局長25日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 烏克蘭動員了非常多人在俄羅斯戰線後方進行游擊戰 並即時彙報俄軍動態 俄軍已被滲透 相信春天不會很遠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超過一個月 從29日至30日 雙方將會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進行下一輪和平談判 27日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討論俄烏局勢 艾爾多安和普京說 俄烏必須盡快達成停火 實踐和平並且改善人道條件 27日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和俄羅斯記者進行了90分鐘的視像通話 他表示 我們在談判中的優先事項眾所周知 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無用之宜的 在訪談中 詹蓮斯基說到 作為與俄羅斯達成和平協議的一部分 烏克蘭準備採取中立地位 但是這樣的協議 必須得到第三方的保證 並且進行全民投票 俄羅斯進入烏克蘭 戰士接聯受錯後 普京希望模仿朝鮮半島模式 將烏克蘭一分為二 但是土耳其總統 艾爾多安早在24日的時候 就說這是烏克蘭幾乎不可能同意的事 這個大陸的政策 我們在東部 這方面 我們當然是烏克蘭的 這方面 這方面 我們當然不可能 這方面 我們對這個 烏克蘭的 這個 提出的 我們 提出的 這個 真的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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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 我們 烏克蘭東部盧金斯克-Luhansky 叛軍軍頭27日對外宣布 將會在最短時間內舉辦公投加入俄羅斯聯邦 對此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尼歐蘭科27日直言 假公投將不會具有法律效力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已一個多月 直至目前為止 俄烏雙方已進行四輪談判 都未取得實質的進展 第五輪談判的結果將會在這三天內分曉 美國總統拜登近期對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行為特別不客氣 近日拜登表示他不會收回自己日前針對普京不應繼續掌權的言論 3月26日拜登在波蘭華沙發表演講時提到普京 他演講結尾時說 看在上帝的份上 這個人即是指普京不能繼續掌權 當日較早的時候拜登叫普京做屠夫 事後白宮發表聲明 似乎是收回拜登的上述言論 聲明說 總統的意思是普京不能對他的輪郭或區域行使權力 總統不在談論普京在俄羅斯的權力或政權變更 不過拜登28日對傳媒表示不會收回任何言論 他補充說自己之前的言論是在表達對普京發動烏克蘭戰爭的憤怒 並不是說美國政策有什麼變化 拜登說 這個太令人難以接受 太令人難以接受了 與其說是普京不應該掌權的意思 不如說是一種願望 我的意思是 好像這種人不應該統領國家 但是就發生了 不過這個並不意味著 我不能表達自己的憤怒 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的幾個月期間 拜登和普京曾經進行過多次雙邊會談 但2月14日 烏克蘭戰爭爆發到現在 兩個人未曾進行過對話 當被問到是否會再次和普京會面的時候 拜登說 這個要看普京想談些什麼 拜登直言普京不應該繼續掌權 對於拜登的言論 普京還未正式回應 不過28日 普京的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接受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專訪時表示 不要將我們逼到牆角 Don't push us into the corner 在採訪中 佩斯科夫直言說 俄軍不會在烏克蘭使用核武 連想都沒想過 不過他也對美國為首的北約NATO直接喊話 說俄羅斯一再要求北約 不要再東抗 不要再在俄羅斯邊界附近 部署軍事設施 俄羅斯是認真的 不要將我們逼到牆角 由於佩斯科夫是直屬普京的新聞秘書 外界認為是普京的親信之一 因此他的言論被視為代表普京 對當前不利情勢之下的回應 據說 普京小時候有一段被逼到牆角的特殊經歷 2000年出版 由三名俄羅斯記者合著的傳記第一人稱 揭示了普京一段童年時黑骨銘心的經歷 普京小時候 有一次把老鼠逼到牆角 被逼到埋牆的老鼠轉頭向小普京發起攻擊 嚇到小普京吊籌飛奔 多年後 普京多次提到這段往事 說這段童年的親身體驗 影響了他的成長和發展 外界分析認為 佩斯科夫和傳媒方說 不要將我們逼到牆角 似乎在暗示普京在目前的處境下 可能做出某種不顧一切的反擊 不過之前 烏克蘭似乎正在被普京逼到牆角之後 在絕境之中發起了背水一戰 拜登不想見普京繼續掌權 近日大陸也有人發文 直言習近平必須下台 文章結論是 習近平不下台 中共就會加速倒 似乎對有加速師之稱的習近平 近期猛踩有門 所帶來的亡黨危機感去到恐慌 中共二十大之前 反對習近平連任的聲音層出不窮 有評論指出核心是反習不反共 從另一個側面表明 中共高層權鬥已經無所顧忌地公開化 海外中文網站《二報》看等一篇 據稱是中國大陸網民撰寫的長文 文章回顧了習近平上台近十年來 中國經濟下滑、民生艱難、國際環境急劇惡化等情況 文章說 習近平為防止連任出現意外 以防疫為藉口 對中國實行半管制 甚至完全管制 百姓被折騰到不升其凡 中國經濟被折騰到百業凋零 現在是億人感染 全城檢測核酸隔離 現在的中國 整個就像一個大集中營 文章還批評 戰狼外交令周邊各國對中國防範有加 基本上沒有朋友 文章還批評 俄烏戰爭爆發後 習近平將中國和俄羅斯綁架起來 同世界為敵 令本來就差的外部環境更差 文章最後說 習近平必須到期下台 否則中共會加速淋 此外《華爾街日報》3月21日 引述中共黨內人士消息報道說 中共元老最近公開反對習近平 打破既定的領導層接班制 其中包括中共前總理朱鎔基 朱鎔基私下對習近平以國企為中心的政策提出質疑 2月18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題為 《任期制共和國重要的制度基礎》的評論文章 批評一些共和國的領導人 做完一任接著第二任第三任 國家名義上雖然還是共和國 實質上已經變質成為獨裁社會 這篇文章和今年2月熱傳的一篇題為 客觀評價習近平的長文 主旨都是反習不反共 公開呼籲阻止習近平連任 對於中共權鬥激烈升級的亂象 時政評論員黃有群在《大紀元》站文指出 習近平反復觸動了黨內太多人的撤身利益 現在中共政權在內憂外患之下即將崩潰 中共權貴只是想換個黨魁 可以改變滅亡的命運而已 中共二十大前夕是反習勢力最後的機會 這段時間中共的內鬥會更猛 北京諮詢主編陳惠健對新唐人說 反習不反共是一個要害問題 共產黨是不可能進行徹底改革的 因為他身上背負有這麼大的罪惡 所以不能將一個民族的希望 一個國家的希望 寄待在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 他表示中共不倒台 中國人的苦難是不會到盡頭的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還有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繼續營運下去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明天見 因為在某廳中 争取的要求 探訪 到前面 我再次者探訪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